!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乍看之下一頭霧水 細絲時卻極為恐怖的長腿Long Legs 每年的暑假檔期,都是片商的兵家必爭之地 商業片、動畫片、鬼片、清潮而出 但時不時我們會看到一兩部電影,尤其是恐怖片 雖然有著極低的預算,卻能夠靠著絕妙的巧思與執行 硬是殺出一條血路 例如《開山始祖》、《惡夜叢林》、《驚悚神片》、《逃出絕命陣》 或是《讓我至今都還有陰影的宿願》等等 而我們覺得,長腿靠著不到1000萬美元的預算 毫無懸念地成為了下一部能夠成功挑戰市場的大黑馬 在上映之前,這部電影最大的賣點 是由近年來,專演獵奇片的奧斯卡與弟尼克拉斯凱吉 出演了片名裡的連續殺人犯《長腿》 但在步入戲院之後,整部片極為壓抑的氛圍 令人如坐針針的冷色調,以及90年代專屬的復古感 讓觀眾持續地處在壓力和緊張之中 另外,導演運用了大量的環境音跟不協調的音效 製造出一種持續不安的氛圍 凱吉哥的螢幕時間雖然不長 但每次他出現,都瞬間地將驚悚感催到極致 他的妝容雖然刻意地被誇大了 但是他信手碾來的瘋狂卻是入目三分 你根本無法將視線從他的身上移開 飾演女主角的馬家夢露同樣也是驚悚片專門戶 他慕然的表情跟凱吉哥的狂放相輔相成 兩人的表演都充滿了張力和火花 不過因為這部電影有太多的隱喻跟沒有解釋的劇情 不免讓人在看的時候感到困惑 甚至還有不少人批評他是故弄玄虛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除了會介紹劇情大綱以及解析 那詭異的結局之外,還會用Q&A的方式回答一些問題 例如 為什麼叫長腿、娃娃的用意、啟示錄的經文 14號生日的意義等等 相信會讓你更加了解這部作品 也歡迎到各大PAC在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長腿! 電影一開始我們看到一個小女孩拿著拍立德四處拍照 接著一個蒼白的詭異男子出現 自稱為長腿,並且唱著奇怪的歌曲 接著時間跳轉,小女孩長大了 成為了FBI探員李哈克爾 憑藉著獨特的直覺 被賦予了破解過去數十年間發生的連續謀殺案的人物 很快的,哈克憑藉著兇手留下的信件 推算出了其中的邏輯 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在某月14號出生的女孩 在生日前後的六天內被父親連帶全家人一起殺死 接著父親也會自殺 隨著調查的深入,哈克發現這些案件的背後 似乎有一個神秘的撒旦崇拜者在操縱 而這個人正是他小時候見過的男子長腿 長腿在每個犯罪現場都留下了神秘的信件跟撒旦的象徵 使得案件更加撲朔迷離 而故事就環繞在哈克試圖破解長腿的密碼 以及找出他跟自己以及母親之間的複雜連結 並努力地在他暫次犯案之前阻止他的過程中 隨著劇情的發展,哈克發現了驚人的事實 他不只小時候曾經跟長腿有過接觸 他甚至還常年住在自己家中樓下,將那裡當成基地 數十年來製作了無數的人偶 並透過自己的母親假扮成修女 將這些住滿了惡意的人偶送到了14號生日女孩的家中 在人偶的影響下,這些家庭的父親們紛紛發狂 將家人殺死後跟著自殺 在長腿被捕,並在真敘室中自殘而死之後 哈克終於明白了,母親為了保護自己 甘願成為了哈克的共犯 並將目標放在哈克長官的女兒露比身上 當他趕到時,長官已經遭人偶控制殺死了妻子 讓哈克在不得已之下,被迫殺死長官和自己的母親 但正當哈克試圖破壞人偶時,子彈卻用完了 留下了似乎進入恍惚的哈克,以及目無表情的露比 電影並沒有說明後續發生了什麼事 但很明顯地,因為人偶沒有遭到摧毀 長腿的邪惡力量依舊透過了這個人偶延續著 而哈克很有可能永遠無法擺脫長腿的控制 甚至會接續著母親將露比殺死 完成蒐集所有食草女孩生命的神秘儀式 很明顯地,電影採用了開放式的結局 但這並不是導演不知道該如何延續 而是想要讓觀眾在恐懼和不安中思索 邪惡是否真的可以完全被消滅 或者他是否會以不同的形式永遠存在 接下來我們整理了一些資料 試圖回答你在看片的時候可能會有的疑問 凱基哥所飾演的長腿,無疑是整部片最大的亮點 光是電影剛開始時的出場,就嚇得我晚上還做了噩夢 但是他為什麼要叫自己做長腿long legs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 他跟小哈克首次見面時曾經說過一句話 也就是 抱歉我忘了我今天穿著我的長腿 我們覺得這句話可以解讀為 長腿對自己異常的外貌的自嘲 他的外型特徵,包括特別修長的腿或整體怪異的身材 使他跟普通人有明顯的不同 這種外貌上的誇張跟不協調 不僅增加了他的恐怖感,也強化了他在影片中的象徵意義 其次,這句話也可能暗示他處於某一種邪惡的狀態或是身份中 穿上長腿可能意味著他進入了一個特定的角色或是狀態 在這個狀態下,他可以無情地進行他的邪教儀式和謀殺行為 在許多文化和宗教傳說中 撒旦的腳常常描繪得很奇特 用來象徵他的邪惡和非人性 在西方的基督教傳統中 撒旦有時候會被描繪成半人半獸 有包括體子、腳和尾巴等動物的特徵 這和他的墮落天使身份 以及作為地獄統治者的角色相呼應 換句話說,長腿或許就是 披上了人皮的惡魔,或是穿上了長腿的撒旦 在片中,長腿曾經說他服侍著樓下的男人 而他自己也常年住在哈克的地下室中 樓下的男人是長腿對惡魔撒旦的稱呼 而這除了是在暗示撒旦平時居住於地獄 躲在暗處操控和影響著人們的生活 我們也覺得,樓下的男人是導演為了要強調 邪惡的隱密性和無處不在 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不斷感受到這種看不到的壓力和威脅 片中有一個很特別的設定 是這些人偶都跟被看家庭的女兒外貌十分相似 但當這些家庭收到人偶之後,會開始出現一些奇怪的舉動 比如說,有位母親就曾經用刀瘋狂地刺著人偶 我們覺得,導演想要展示 邪惡是如何透過與家中女兒們外表相似的無邪人偶 激發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 無論是平時面對真實家人時無法發洩的怨氣 甚至是令人細思極恐的慾望 都被這些人偶觸發了 另外這些人偶的頭部內含有一個神秘的金屬球體 這些球體在電影中被描繪成 會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以及霧狀般的黑煙 象徵某種邪惡的力量 這些金屬球體可能是一種超自然的裝置 用來控制和腐化家庭成員 使他們陷入瘋狂和暴力之中 我們猜想,球體發出的聲音或許就是惡魔的話語 而通過這些人偶,長腿得以遠程操控這些家庭 讓父親們在極端的情緒驅使之下殺害自己的家人 負責解剖並檢查人偶的人就曾經說 他會在人偶附近聽到他前妻的聲音 而我們推測他跟前妻之間應該是還有尚未解決的恩怨 因此球體才會藉此挑動他內心的陰暗面 另外,哈克的母親在開槍破壞哈克的人偶之後 我們看到一股黑煙從哈克的頭上發出 接著他就陷入了昏迷 我們猜想,這股黑煙象徵著人偶對哈克的操控被解除了 不過也很有可能,哈克特殊感應的能力 也是拜這個人偶所賜 在電影裡,長腿專門挑選14號生日的女孩作為受害者 根據編導的設定,這些女孩的生日跟撒旦崇拜的儀式有關 數字14應該是在暗示《啟示錄》第13章第1節,而13加1正好就等於14 該段的經文內容是 我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腳七頭 在十腳上帶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品號 這個獸被認為是撒旦或是反基督的象徵 具有極大的詮釋和邪惡力量 在片中有一位名叫做凱莉安·卡麥拉的女孩 她是長腿第一起謀殺案中唯一倖存的女孩 但卻陷入了數十年類似昏迷的狀態 也被送到了精神療養經過中照顧 但是當哈克與長官在他們家的農場中挖出人偶 並起人解剖檢查,拿出人偶頭部的球體之後 卡麥拉竟然瞬間清醒了,也提供了哈克一些重要的資訊 尤其是人偶是來自於教堂的禮物 不過哈克在與她的對話中發現 卡麥拉依舊深深地受到了長腿與樓下男人的影響 聲稱會為他們做任何事 後來也還是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電影分成了三個章節,每個章節都有其特定的意義 帶著觀眾逐漸了解故事的真相和角色的深層心理 第一章《他的信件》 這一章介紹了長腿在命案現場留下的神秘信件 這些信件引導著哈克深入調查 揭示了長腿的作案模式,跟撒旦崇拜的背景 第二章《你所有的東西》 第二章主要集中在哈克的老家 他發現長腿與他母親的關係 哈克發現母親曾經與長腿達成協議 成為了他的幫兇,以保護女兒 在電影裡我們看見哈克的母親有囤積物品的習慣 包括了哈克童年的物品跟記憶 這暗示了母親對過去的執著和內心的掙扎 第三章《生日女孩們》 最後一章聚焦於哈克,試圖阻止長腿的最後一次儀式 並揭示了長腿跟他母親的最終命運 哈克必須跟母親對決,並且試圖拯救下一個受害者 也就是他上司的女兒露比 而因為哈克跟露比都是同一天14號生日的 而最後一幕發生的正好是他們的生日 讓他們成為了標題裡的生日女孩們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更加了解這部作品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Podcast頻道,聽我們聊更多的長腿!